漫威凭借着稳扎稳打的风格,逐渐形成了漫威宇宙,去年的《复仇者联盟3》更是将漫威的电影世界推向了高潮,虽说《黑豹》有些不慎如意,但是不得不佩服漫威的吸睛能力。 隔壁的DC却是没有什么长进,除了一部《神奇女侠》为自己换回点颜面,以至于赶烫的《正义联盟》成为了牺牲品。 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正义联盟》更像是赶鸭子上架,一着急就彻底的崩了。 在大荧幕上听不过漫威,而在小荧幕上DC算是比较用心的,最开始接触的《绿剑侠》、《明日传奇》、《闪电侠》等剧集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些剧也开始联动了。 只不过漫威在小荧幕上的发力也很强,去年被砍的《艺人族》算是一个异类,但是凭借着北极新小姐姐的颜值却火了一部《天赋异禀》以及一直追的《神盾菊特工》。 本来,《正义联盟》是准备赤水漫威的风格,却拍得一塌糊涂,但是今年在小荧幕上突然出现了一部暗黑风格的超级英雄剧集。 画面感超棒,节奏也比较快,关键是里面的人物都比较符合高颜值观众的需求,除了《星火公主》的造型外。 似乎又回到了之前DC的暗黑风格,以沉稳的口气来讲一个好的故事,说实话第一集真的有点惊艳。 泰坦,该剧开播后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豆瓣评分直接飙到了8.7。 可以说是今年来DC小荧幕的佳作,算是翻回了一局开篇以女主杜鸦的回忆作为起点,杜鸦梦中经常会梦到一场表演,而这场表演却是一场悲剧,画面在一个小男孩身上多次闪回。 她对于杜鸦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在梦中她的脸庞为何如此清晰? 这一切都必须往下看才能明白杜鸦在生活中只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但是这位普通的高中生似乎不太受欢迎,在同学、邻居、甚至是母亲的眼中她似乎是一个怪物。 只不过母亲对于杜鸦非常爱护,这种爱护之中又夹杂些害怕杜鸦睡梦中惊醒后,母亲过来安慰她,准备上学的时候还要祈祷祝福。 只不过杜鸦拥有感知情感的能力,知道母亲害怕,于是一直追问,但是母亲却不想让她知道自己背后的故事。 于是杜鸦的第一次发狂出现了,她的体内似乎存在着一只恶魔。 DC轻聚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内心不安的杜鸦急忙地出门上学去,在校车上杜鸦被某位男同学言语性地侮辱,却没有任何的表示,此时的她知道不能发怒,否则会酿成大祸。 而面对车窗时又出现了恶魔,黑化的自己这一切都预示着将会有不安的事情发生,果不其然,故事开局十分钟就进入高潮,杜鸦的母亲被枪杀了。 而母亲在临死的时候说出了真相,她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这一切都让杜鸦感到迷茫,自己唯一的亲人死了,死前却说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且那位枪手也被自己身体内的恶魔干掉了。 她根本不能控制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失控,甚至伤害到别人。 DC新巨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这位女主到底有什么能力,目前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是分身,感知, 其实她体内的恶魔才是最大的Boss母亲被杀之后的度压跟随着邪恶力量的指引来到了另外一座城市底特律。 迎来了男主的出场。 不得不说男主罗宾的出场简直是帅爆了,本集的最佳打斗戏份全在男主的身上,动作凌厉,丝毫不拖泥带水,而且有些血腥暴力,感觉身体的荷尔蒙都在沸腾。 一群贩毒的小混混正在准备交易,这是黑夜中出现了蝙蝠的身影, 众人皆以为是蝙蝠侠,忽视了在旁边站着的罗宾。 DC新巨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此时的罗宾像一个愤怒的孩子,三下两除二就解决了十几人的黑帮团伙,此时的黑帮才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有些少年感的神秘面具人不是好惹的。 确实,它是蝙蝠侠最喜欢的义字,继承了蝙蝠侠的所有能力,高智商,高武力,以及高颜值。 DC新巨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只不过罗宾对于自己身上的蝙蝠侠标签开始不喜欢,开始感到迷茫,自己到底是谁,就和当初的度鸦一样。 而在打斗结束后的一句去TM的蝙蝠侠,也是罗宾寻找自我的开始罗宾从歌坛来到底特律也是为了摆脱蝙蝠侠的影子。 在底特律警局人们的眼中罗宾似乎和杜鸦一样,是一个不太平易近人的怪物,他拒绝了警局给他指派的任何搭档。 此时出现了一个小彩蛋,人们猜测他的搭档在歌坛死在了小丑的手里。 DC新巨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然而谁也不知道罗宾是这座城市新崛起的英雄,在黑夜中打击犯罪分子,他也不知道自己命中注定会和杜鸦相遇。 最后有了少年泰坦,成为了能和他父亲蝙蝠侠并肩作战的超级英雄杜鸦与罗宾的相遇却是在警局。 杜鸦孤身来到底特律后又被体内的恶魔指引着来到了罗宾的身边。 罗宾初次见到杜鸦觉得他就是一位爱犯魂的不良少女,还说着一些不着边的话语,罗宾有些想摆脱杜鸦。 DC新巨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可是当杜鸦的双手接触到罗宾的时候,他看到了罗宾的过去, 而当时杜鸦一直在梦中见到的那个小男孩就是罗宾。 年少的罗宾父母出了意外,成为了孤儿,杜鸦在感知罗宾面对父母死亡的场景的时候, 看到了一双手伸到罗宾的肩上,不用怀疑,那应该就是布鲁斯维恩的手, 也就是蝙蝠侠的手之后杜鸦又说了一句我的母亲刚刚死了, 现在只剩下自己,而且必须待在警局,因为自己身体有邪恶的东西。 罗宾本来就是一位非常正义善良的人,当听到这句话时他有了怜悯之心, 于是杜鸦和罗宾正式成为了伙伴。 只不过在这之间又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杜鸦体内的恶魔之力似乎正在觉醒, 如果某一天彻底来临的时候,对于整个城市甚至是地球都是一个灾难。 D.C.新剧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具体的细节还是等待剧集的更新。 另外海报上的四位人员,目前已经出现了两位,还有两位在哪里呢? 第三位出场也是这集中比较帅气的一位,星火公主。 刚出场的星火似乎因为一场车祸失忆,这也不是一场普通的车祸,应该设计到超自然能力。 星火的背景不简单,它具有超人一样的能力,超级力量,超级耐力,能量供给,等其他强大的能力。 D.C.新剧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这位星火公主的智商也不差,凭借着身份信息找到了曾经的情人黑帮老大。 在这之前,星火似乎对于自己的能力也有些失忆。 D.C.新剧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在酒店的时候一拳将一位黑帮小弟直接打飞了,星火回头看看了自己的双手,有些不可思议。 只不过最精精彩的不是这里,而是在酒吧找到黑帮老大后,被抛弃的黑帮老大又被前来的星火羞辱了一番。 黑帮老大怎么受得了这个气,直接开枪,结果。 D.C.新剧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D.C.新剧太惊艳,暗黑版的D.C.终于回归了。 引发了星火的能力,直接将黑帮老大烤成了焦炭。 星火的能力应该是四人小分队最强悍的代表吧。 这就凭这几秒特别费钱的特效。 星火在桌上发现了度压的照片,之后这三人将会再次碰面。 不知道初次见面的这三个人会产生怎么的火花,太期待了。 最后一位野兽小子,出场极其符合他的人物设定,逗逼,成员中搞笑的担当。 化身成为老虎只是为了从音像店偷一张游戏蝶片。 完全就是一个熊孩子。 至此四个主角性人物全部在第一集出场,以气呵成,节奏明快。 惊艳的打斗以及特效都刚刚好,另外配乐也是非常符合D.C.的调调,期待后面的剧集能够更加精彩。 不忘我深夜追剧。